海鸥乔纳森 理查德巴赫著 第一章 清晨宁静的海面 铃铃微波中 闪耀着出生太阳的金色光芒 离海岸一英里的地方 一艘渔船在夏儿捕鱼 海鸥们有早饭了 这个消息 旋即在长空中传开 刹那间 成千上万只海鸥飞来 东躲西闪争抢一点早饭 又一个忙碌的日子开始了 只有海鸥乔纳森 利文斯顿 远离欧群 海岸和渔船 在远处独自练习飞翔 飞到一百英尺的高空时 它垂堤朴足 扬起奸惠 努力把双翅弯成一条曲线 它开始放慢速度 直到风在耳边低雨 直到海洋在身下恢复了平静 它眯起双眼 集中精力 并住呼吸 努力使身体再弯一些 再弯一英寸 突然间 羽毛蓬散开来 它失速了 向下坠去 你知道 海鸥从不畏缩 从不失速 身为海鸥 在半空中失速 简直丢脸 简直可耻 但是海鸥乔纳森 利文斯顿 并不感到羞愧 它重新伸展双翅 再颤抖着 完成曲线 放慢速度 再放慢 又失速坠落 它是那样 飞同一般 大多数海鸥不愿自找麻烦 去学更多的飞翔技巧 只满足于简单的飞到岸边 觅取食物 然后再飞走 它们并不在乎飞翔 在乎的只是吃 然而对于这只海鸥来说 飞翔远比吃更重要 海鸥乔纳森 利文斯顿 热爱飞翔 胜过一切 他发现 这种想法 使他不受欢迎 甚至连父母也不理解 他为什么整日独处 成百上千次的 苦苦练习地空滑翔 有些事他也不明白 比如 要是在离水面 不到半个翅膀高度的地方飞行 他就能在空中停留得更久一点 也不太费力 他滑翔结束时 不是像普通海鸥一样 双脚朝下踩入海中 溅得水花似起 而是双脚紧贴身体 以流线形触及海面 只留下一道又平又长的水痕 当他收着双脚滑到海滩上 然后用步子测量自己在沙中 滑行的距离时 目睹这一切的父母 真是忧虑万分 为什么 瞧 为什么 母亲问道 难道像大家一样就那么难吗 为什么你不能放下低飞的事 让蹄虎和信天翁去干呢 为什么不吃点东西 儿子 你已经瘦得皮包骨头了 妈妈 我不管什么皮或骨头 我只想知道我在天上能干什么 干不成什么 只想知道这些 你看 乔纳森 父亲不无慈爱地说 冬天快来了 船也少了 水面的鱼要向更深处游去了 要是你飞学不可 就学学怎么抢食吧 飞行当然是好事 可是华翔不能当饭吃呀 别忘了 会飞不过是为了吃 乔纳森顺从地点点头 接下来的几天 他努力像别的海鸥一样做 他真的努力了 在码头和渔船周围 与群鸥一起尖叫 盘旋 争抢小鱼小虾或面包招 可是他做不下去 太没意思了 他一边想着 一边故意把一条辛苦得来的凤尾鱼 抛给在后面追逐的饥饿的老海鸥 我本可以利用这些时间学习飞翔 要学的东西还有那么多 不久 海鸥乔纳森又独自飞到遥远的大海上 虽然饥饿 却快乐地练习飞翔 第一个课题是速度 经过一个星期的练习 他学会了好多关于速度的事 连飞得最快的海鸥也不比他懂得多了 在凌空1000英尺处 他奋力拍打翅膀 猛地一个翻身 笔直地朝波涛俯冲下去 由此他领悟到 为什么海鸥无法全力笔直地飞入海中 在短短的6秒内 它的时速已达到70英里 在这样的速度下 翅膀一往上扇 就会摇晃起来 难以保持稳定 一次又一次 结果依然如此 尽管他小心翼翼 全力以赴 但还是在高速飞翔时 失去了控制 他飞上1000英尺的高度 他飞上1000英尺的高度 先用尽全力向前直飞 然后翻身 鼓动翅膀 垂直俯冲 可是每次要向上震翅时 左翼都会动弹不得 他猛地向左翻 让右翼停下来 恢复平衡 接着 翅膀又像燃烧的火一样扑闪 狂野地向右旋转 做这个向上震翅的动作 他极其小心 整整尝试了十次 而每次 只要达到时速70英里 他的羽毛就会猛然绞成一团 全身失去控制 跌入海中 他弄得浑身是水 但终于抓到了窍门 就是在高速飞翔时 翅膀应该保持静止 也就是说 先震翅飞到50英里的时速 然后保持双翼不动 他又飞到2000英尺的高空尝试 翻身俯冲 肩会笔直向下 双翅尽力张开 在时速50英里时 稳住不动 这样做相当费力 却见效了 在十秒钟内 他的时速突破了90英里 乔纳森 创下了海鸥飞翔时速的世界记录 然而成功是短暂的 当他开始平飞 在改双翼角度的那一瞬间 他再度陷入可怕的灾难般的失控中 在时速90英里时失去控制 犹如被炸弹击中 海鸥乔纳森在空中猛地停下 羽毛炸开 坠入映如石板的海中 他苏醒过来时 已经入夜了 漂浮在洒满月光的海面上 他的翅膀如同粗糙的千块 但是肩上失败的压力更加沉重 他虚弱无力 暗自希望这重量能够温柔地 将他沉入水底 一次就此了结 当他沉入水中 一个奇异而空洞的声音 从内心发出 没有办法 我是一只海鸥 天生就受到限制 如果我生来就要学那么多飞翔的知识 脑中应该有关于飞翔的技巧图 如果我生来就能高速飞翔 如果我生来就能高速飞翔 应该长一对猎鹰的短翼 不靠鱼类 而靠捕食鼠类为生 爸爸是对的 我必须忘掉这些愚蠢的想法 回到欧群中 回到家里 做一只安分守己 能力有限的可怜海鸥 这声音渐渐消失 乔纳森被说服了 对海鸥来说 夜晚的栖息地是海岸 从这一刻起 他发誓要做一只普普通通的海鸥 这样大家都会开心一点 疲倦的他挣脱漆黑的海面 向陆地飞去 庆幸自己学会了 怎样省力的低空飞翔 可是不行 他想起来 我不再是过去的我了 以前所学的一切 到此为止了 疲倦的他 挣脱漆黑的海面 向陆地飞去 庆幸自己学会了 怎样省力的低空飞翔 可是不行 他想起来 我不再是过去的我了 以前所学的一切 到此为止了 既然要同别的海鸥一样 就要像他们那样飞 于是他吃力地 飞到一百英尺的高度 使劲地拍着翅膀 勉力向岸边飞去 决定做一只平凡的海鸥 他感觉好受多了 现在再也没有 驱测他学习的压力 再也不必承受挑战的压力 或体验失败的滋味 只需要停止思考 穿越黑暗 飞向海滩上的灯火 真不错 黑暗 那空洞的声音又发出警告 海鸥从不在黑暗中飞行 乔纳森没怎么注意这个声音 夜色多美啊 他想 月光和灯火在水面上 月动闪烁 给夜幕投下盈盈亮光 一切是如此祥和宁静 停下来 海鸥从不在黑暗中飞行 如果你生来能在黑暗中飞 就该长一双猫头鹰的眼睛 就该有满脑子的飞翔技巧图 就该生着一副猎鹰的短翼 就在黑暗中 在一百英尺的空中 海鸥乔纳森利文斯顿 眨着眼睛 他的痛苦 他的决心 全都消散了 短翼 猎鹰的短翼 这就是答案 我以前多傻 我需要的只是短小的翅膀 把羽翼尽量收起来 只用一梢飞行 短翼 在漆黑的海上 他飞到两千英尺的高空 无暇顾虑失败或死亡 使翅膀前部紧贴身体 只剩锋利如短刃的一梢 在风中张开 然后垂直俯冲 风向怪兽般 在他头顶嘶吼 时速七十英里 九十英里 一百二十英里 继续加速 现在时速一百四十英里了 翅膀反而不像七十英里时 那般吃力 轻轻扭动一烧 他就可以摆脱俯冲 掠过波涛 宛如在月光下飞行的 灰色炮弹 他闭上双眼 逆风而行 身心畅快 时速一百四十英里 依旧控制自如 如果从五千英尺 而不是两千英尺的高处 向下俯冲 真想知道会有多快 刚才的誓言 被疾风扫得一干二净 虽然悔弃了自己的诺言 但他一点也不内疚 那种誓言 只有甘心平庸的海鸥 才会信手 一直在学习中 追求卓越的海鸥 不需要那种誓约 日出十分 海鸥乔纳森又在练习了 从五千英尺的高空俯瞰 渔船在平静湛蓝的海上 也不过是星星点点 群殴则向一团淡色的尘埃在盘旋 他精神百倍 因为喜悦而微微颤抖 为自己能克服恐惧而感到骄傲 然后他不经意地收拢翅膀前部 伸出短短的菱形的一梢 向海面直冲而下 飞过四千英尺的高空时 他达到了急速 风变成一面坚硬的阴墙挡住他 让他无法加速 现在他笔直下坠 时速有214英里 他忍受着 知道如果这时不能收紧双翼 就会被风消成无数碎片 不过也就在这一刻 速度是力量 是快乐 也是纯粹的美 他在一千英尺的高度 开始平直飞行 一烧在狂风中 发出呼呼的响声 渔船和欧群仿佛倾斜着 快如流星般地 冲进他的航道 他无法停下来 也不知道在那种速度下 怎么改变方向 一有冲撞 必死无疑 他紧闭双眼 就在那天清晨 太阳刚刚升起 海鸥乔纳森利文斯顿 双眼紧闭 在风和羽毛的尖笑声中 以214英里的时速 静止冲过欧群 这一次 海鸥的幸运之神 对他露出了微笑 没有任何伤亡 他向上 甚至尖会飞向天空时 时速仍然达到160英里 等速度减到20英里 他终于伸展双翼 4000英尺之下的海面上 渔船看起来 像面包渣一样 他成功了 终极速度 海鸥竟然能以 214英里的时速飞翔 这是一个突破 欧群历史上 一个最伟大的时刻 同时 一个新纪元 在海鸥乔纳森面前展开 他飞回自己 孤独的训练场 合起双翼 从8000英尺的 高空向下俯冲 他想立刻找到 改变方向的技巧 他发现 只要将一勺的一根羽毛 轻轻移动一点点 就可以在高速飞翔时 平滑地转个大弯 然而在领悟这个诀窍前 他体会到 在同样的高速下 如果多移动一根羽毛 他就会像子弹一样 团团旋转 乔纳森成了世界上第一只 会特技飞翔的海鸥 那天 他没花时间 与其他海鸥聊天 而是在空中 一直飞到日落 他摸索出 翻筋斗 慢速侧翻 分段侧翻 反身旋转 反身下落 和快速旋转等 飞翔技巧 当海鸥乔纳森 回到海滩上的 欧群中时 天色已经黑下来 他头晕眼花 筋疲力尽 但仍然愉快地 来了一个翻筋斗下落 在最后落地前 又做了个快速滚翻 他觉得 大家听说他的突破 也一定会欣喜若狂 现在生活多么有意义呀 除了单调的 在渔船间 蹒跚来去 生活有了更充分的理由 我们可以改变 无知的状态 可以发掘自己 与生俱来的优势 才智和技能 我们可以自由自在 可以学会飞翔 未来的岁月 在前面召唤 散发着希望的光芒 他着陆时 海鸥们正聚集在一起 召开沈尼大会 而且显然已聚集多时 实际上 大家在等他 海鸥乔纳斯·利文斯顿 站到中间来 长老用最庄严的声调 发话了 站到集会中间 意味着极大的耻辱 或是无上的光荣 光荣地站到中间 是欧群选举 最高领导人的方式 他知道今天早晨 大家一定看见了 那项突破 但是他不要荣誉 也不想当领袖 只想让大家分享 他发现的一切 把大家都能达到的 新境界展现出来 他开始向前走 海鸥乔纳斯·利文斯顿 张老开口说 因耻辱而站到中间来 站到你的伙伴面前 这话犹如当头一棒 他双膝发软 羽毛下垂 耳边嗡嗡直响 因耻辱而站到中间 不可能 我突破了 他们不懂 他们错了 他们搞错了 因为他不计后果 不负责任 严肃的声音 继续宣判道 还冒犯了 海鸥家族的尊严 与传统 因耻辱而站到中间 意味着他将被驱逐出 欧群 溜放到远方的断崖 过孤独的生活 有一天 海鸥乔纳斯·利文斯顿 你会明白 不负责任是不行的 生活是未知的 也不可知 我们只知道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 就是为了糊口 并且想方设法 延长寿命 从来没有海鸥 对审议大会提出质疑 这时乔纳森 雄辩的声音 却响起来 不负责任 兄弟们 他提高嗓门 还有什么能比探索 和追求一种生活意义 一种崇高的生活目标 更负责任呢 千百年来 我们总是在争抢鱼头 但是现在 我们有了更好的生活理由 去学习 去发现 去寻求自由 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展示给你们看 海鸥们仿佛都变成了石头 咱们已经恩断义绝了 海鸥们一口同声说吧 全都捂上耳朵 转过头去 将它抛弃 接下来的日子里 海鸥乔纳森 孤独的度日 飞越了远方的断崖 但让它感到悲哀的 不是孤独 而是其他海鸥 不愿相信 即将展现在眼前的 飞翔的远景 它们拒绝 睁开双眼去看 它每天都有一些进步 学会了流线型 高速俯冲 这让它可以 潜到海面 十英尺以下 找到珍惜鲜美的鱼 而不需要靠鱼船 和发霉的面包为生 它学会了 在空中睡觉 在夜风中确定路线 从日落到日出 飞翔上百里 海上起大雾时 它也能自如地 飞越雾层 进入耀木的晴空 而此时 其他海鸥 只能站在地面上 除了雾雨之外 别无所知 它还学会了 乘着进风 飞抵远方的内陆 在那里捕食 美味的昆虫 过去 它是为了欧群着想 现在 只好独自享受 它学会了飞翔 丝毫不为付出的代价 感到后悔 海鸥乔纳森发现 无聊 害怕和愤怒 是海鸥生命 如此短暂的原因 从脑中 抛开那些想法 它真真切切地 过上了 既长寿 又美好的生活 它们飞来的时候 已是黄昏 乔纳森正独自 在它钟爱的天空中 平静地滑翔 这两只出现在 它旁边的海鸥 纯洁如星光 在高高的夜空里 泛着柔和 而友善的光芒 不过最可爱的 还是它们的飞翔技巧 它们的一梢始终 与乔纳森的保持着 一英寸距离 乔纳森一言不发 决定考验考验它们 还没有哪只海鸥 能通过这样的考验 它弯曲双翅 把时速降到一英里 近于停飞 那两只光芒耀眼的海鸥 也跟着减缓速度 从容不迫的稳定位置 它们精通慢飞的技巧 它收起双翅 翻身俯冲 以190英里的时速 向下飞去 它们也以完美的队形 和它一起击落 最后 它直接保持着 那个速度 做了一个 长长的慢速滚翻 它们也面带微笑 跟着它一起滚翻 它恢复了 平飞的姿势 沉默了一段时间 开口说道 很不错 你们是谁 我们来自同族 乔纳森 是你的兄弟 这句话说得 平静而有力 我们来带你 飞往更高的境界 带你回家 我没有家 也没有同族 我只是一个流浪者 现在咱们正飞在 大山峰的风口上 再飞高几百英尺 我这副身板 就飞不上去了 乔纳森 你当然能飞得更高 你已经学会了 你已从一所学校毕业 是新学校 开学的时候了 如同生命中 曾经有过的领悟 在这一刻 海鸥乔纳森也 豁然明了 他们是对的 他是可以飞得更高 是该回家的时候了 最后 他对着苍穹 投下身长的一瞥 视线掠过银色的大地 在那里 他曾经学会了那么多 准备启程 他终于说到 海鸥乔纳森 利文斯顿 与那两只亮如星光的海鸥 一起展翅腾飞 消失在深深的夜空里 感谢观看